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 齐国下起了大雪 一连下了三天三夜 却没有要停止的迹象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一片白茫茫 因为天冷 路上又湿又滑 人们外出时很不方便 心中期盼这场雪能赶快下完 有一天 齐国的君王齐景公穿了一件温暖的虎皮长袍 坐在窗前欣赏风景 齐景公觉得雪景好美 好迷人 心里想着 这场雪如果能多下几天 景色一定更加美丽 这时 燕子走了进来 站在齐景公身边 望着窗外满天的飘雪 齐景公对燕子说 今年的天气真是奇怪啊 都下了三天的大雪 地上激起厚厚的白雪 可是天气却一点也不冷 感觉就像春天一样的温暖呢 燕子看到齐景公待在屋子里 生了一盆火炉 身上还披着一件暖和的皮袍 故意问他说 您真的一点都不觉得冷吗 齐景公笑着点点头 心里想着 我是个大人 难道连天气冷不冷都感觉不出来吗 燕子知道齐景公不明白自己的意思 只好说 我听说以前的贤民君主会在自己吃饱时 想到有人可能正在挨饿 自己感觉到温暖时 也会想到有人也许还动着呢 燕子望着齐景公疑惑的表情 继续说着 贤民的君主在屋子里过着舒适安乐的日子时 会想到有人还在外面受苦 可是您怎么都没有想过别人的感受呢 齐景公被问倒了 感到很不好意思 立刻下令分衣服和粮食给饥饿受冻的人们 大家都觉得很感动 称赞燕子能推几吉人 推几吉人就是能将自己的心比作别人的心 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 一个人遇到事情时 不能只顾着自己 而不管别人的感受 如果每个人都具备推几吉人的精神 这个社会就会充满爱与祥和 同学们 听完推几吉人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就让我来带你一起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推几吉人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齐国下了几天大雪 影响人民的生活 齐景公在屋子里欣赏美丽的雪景 没有想到人民的感受 过程中 燕子用贤民君主的例子 让齐景公产生省思 故事的结果 齐景公下令分衣服和粮食 给饥饿受冻的人们 大家都觉得很感动 称赞燕子能推几吉人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推几吉人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燕子 会如何让齐景公了解人民所受的苦呢 如果每个人都很冷漠自私 做任何事只考虑到自己 不顾别人的感受 这个社会会变得如何呢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老师一起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要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咯 今天的成语 推几吉吉人 是形容将心比心 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 主要会用来表达 体谅他人的情境 我们来看看 推几吉人可以怎么使用吧 请大家 推几吉人 共同来维护社区环境卫生 他要是能 推几吉人 多替朋友想一想 这场误会就不会发生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与推几吉人相关的词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有 设身处地 将心比心 相反的词有 自私自利 自我中心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同学们我们下次见 拜拜